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年前 他恢复自由 主政广东 刚刚上任 却遇到了百姓偷渡外逃的第三次高潮 外逃香港潮 给了他怎样的冲击和启示 年近七十的他 又如何带领广东在百废待兴 政局复杂的年代杀出一条血路来 他说 如果中央给我们放权 发挥广东的潜力 优势 广东是个独立国的话 我们会超过香港 本期南越记事 习仲勋在广东 在大陆的改革开放之初 蠢蠢欲动又提心吊胆是大多数人的心态 东西南北中全国看广东 然而一开始 广东的道路并不平坦 那场十年浩劫的痛苦回忆 依然折磨着人们脆弱的神经 而大规模的外逃香港潮 也让很多广东人人心惶惶 在这样的背景下 在1978年4月份就任广东第一省委书记的习仲勋 可谓是临危寿命 然而这样的安排 也让广东人脸上觉得有光 人们尊尊议论说 哇 来了个大人物 广东要发达了 那到底历史为什么会选择习仲勋 而习仲勋又会将广东带向何方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 使广东受到重创 不仅让这个南中国最富庶的省份 到了连温饱也难以维持的地步 还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 当时广东市的中三三路 万人攒动 群情激愤 贴满了要求平反的大字报 上任一时 习仲勋就着手平反冤假错案 其中包括为文明海内外的李一哲案平反 1974年11月10日 广东市北京路口出现了一张名为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 献给毛主席和四界人大的大字报 署名李一哲 这篇大字报抨击了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治 矛头只指林彪和四人帮 当时的广东省委却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 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1976年10月 四人帮倒台 在清查过程中 广东省委又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 当事人纷纷被审查 批判甚至判刑 习仲勋到广东以后 这个案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决定亲自处理这一案件 他对李正天等人说 你们如何发火 怎么讲都可以 因为我们搞错了 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 还要对上界的省委负责 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 人们过了今天 可能都不知道明天的风会往哪个方向吹 在这样的历史时期 习仲勋为什么能够态度坚决地为蒙冤受害者平反呢 有人说 是他一生的经历铸就了独特的个性 这种个性 在他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闪干边区根据地的时候 就已经凸显出来 1913年10月15日 习仲勋出生在陕西复平县淡村 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闪干边根据地 是闪干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1935年 他在肃反运动中遭到关押迫害 差点被活埋 幸好毛泽东带领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才把他放了出来 这段经历使习仲勋在后来的一生中都对左倾错误保持警惕 并且是中国共产党内比较开明的一派 1943年 习仲勋到隋德担任地委书记兼警备旅政委 但是他一去就感觉到了压抵 当时康生在陕北主导抢救失足者运动 出现了反特务斗争严重扩大化 我们学校有个大草场 净万人就在那草场里边来 然后问你说有人只要第一条说某人是特务 马上你上来见他 你要说你不承认的话你下不了头 所以习书记就说是 你帮我习仲勋叫到台上来 那我不承认特务我下不了头吗 他就说责逼你这个逼供啊 你这个请兴啊 习仲勋向中央建议控制这种局面 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很快制止了抢救运动 1947年10月 中共中央公布实施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得已深入开展 然而当时土改的主要负责人康生 滥用绥靖土改经验 左的风潮逐渐蔓延到陕甘宁边区 陕西的土改 土改的这个影响 就越过来了 所以抗死到陕西高土改 他提倡 球中要咋办就咋办 世界球中要咋办就咋办 不对的 要打得柳道了 习仲勋敏锐地察觉到这种不良风气 于是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所以习仲勋敏那个时候 他就敢去跟毛泽东讲 这个人十四穷斯 这个这一点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所以他就讲 那毛泽东就接受了这么一件 这个头盖是中国在全国 狗是习仲勋来 那个隔间分析都这样的政法 习仲勋就这么一样 把这个问题解决 习仲勋这种实事求是 敢做敢说的性格 是他早期革命生涯的一个烙印 但也得罪了一些人 1962年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读了 《康生递过来》的一张条子 利用小说反党 是一大发明 接着 康生就策划了一场文字语 说刘志丹是伪造党史的反党小说 习仲勋因此受到牵连 从此遭到监禁下放 长达十六年之久 1978年4月 刚刚恢复自由的习仲勋 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时隔十六年后 重新出山 把守南大门 已经65岁的习仲勋 感到责任重大 4月6日 习仲勋到达广东 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 即将闭幕 习仲勋匆匆忙之间 做了一个直白的亮相 他说 北方的水土养育了我大半辈子 现在到了广东 要靠南方水土养育我的下半辈子 有一天我们在他家里散步 他就说 他说 时间不多了 这个康生一个条子 毛主席念了一遍 就变成毛主席雨落 搞得我16年都没有工作 我这16年的大好年华都浪费了 我现在时间不多了 现在我要有一天的时间 干两天的工作 当时出现的偷渡逃港风潮 也让刚刚上任的习仲勋措手不及 广东批邻港澳 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离资本主义 最近的地方 香港的繁华富裕 是连吃穿都成问题的人们 向往的地方 因此 几十年来先后发生了 三次大规模的逃港潮 而1978年这次来得相当迅猛 偷渡逃港多少年 大概是上千里路由一天 一天上千 一天就在这儿上千里路由 1979年是中国大陆 实行改革开放第一年 当时的资料显示 这一年 广东省偷渡外逃 被抓回来的 有三十万人之多 达到历史最高点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